明州長壽長褲穿好穿滿 涼意來襲 早晚溫差明顯 加上輻射冷卻影響 清晨桃園大溪只有十六點一度 新竹峨眉也是十七點三度 和中午高溫恐怕差十度以上 雖然白天天氣晴朗 但可是有颱風來攪局 那預計呢 它會逐漸的往日本方向前進 所以對臺灣不會有影響 但往南邊一看 太平洋海面上 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氣象局表示 最快下午可能形成懦弩颱颱風 預估路徑會穿過旅宋島 二十五號最靠近臺灣 但沒有直接影響 只有帶來豐富的水氣 隨著東北風增強 迎風面的水氣變多了 包含北部東半部陸續會轉成 有局部短暗陣雨的天氣 二三號也是秋分到來 太陽直射赤道 昼夜平分 過了秋分 北半程夜晚的時間 會比白天還要長 藍天白雲好天氣 週末想出遊可要當心 到了晚上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東部地區開始降雨 直到下週一轉成偏東風 水氣才會逐漸減少 想趁假期出門玩一趟 還是別忘了攜帶雨具 華視新聞張錦璃 張道臺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